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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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史的咨询主要是牵扯遗传性疾病的 比如说家里头有什么白化病啦 血液病啦 血友病啦 龙呀 哑呀 有没有这方面的遗传病 或者是唇额裂啊 糖尿病啊这些 我们都要问到 反而有这方面进化的时候建议他们 比如说进一步去做蓝色体的检查呀 其实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从这个遗传病上主要是防止了下一代的问题 避免一些出生缺陷的孩子出生 基因检测也是进一步检查中的一项 人群中携带某种致病基因的被称为携带者 大部分携带者并不会显现出病症 但如果两个携带者遇到一起 他们的下一代患病几率就会大幅上升 在北京儿童医院遗传学实验室里 医生们正在对采集来的样本进行分析 并找出致病基因 这是我们就是这个出生缺陷遗传室 就是常规做的工作呢 就是那些患儿啊 还有他的父母 我们收集他的一般收集他的血 然后呢 把他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序列全部测试以后 做一个比对 然后判读一下这个就是孩子的这个致病的那个基因 是不是来自于父母 就是主要用这些来拼 我们以我们现在在医院我们这个重症监护室 就是ICU的这个收治的很严重的这些孩子里面 我们大概现在能明确 百分之三四十的孩子 他就是因为这个遗传的这个基因的问题 而且其中呢就是说 大部分是由于父母 各自有一个这个遗传的这个基因 然后遗传给孩子 我们叫生物信息学分析这些数据的话 比威长期从事由遗传造成的出生缺陷的判定和诊治工作 见证了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 每天都有不少来自中国各地的父母 带着孩子来到这家儿童医院 怀抱对未来的希望坚持努力着 从总体上来讲就是说 这些声音这些情况的话呢 都是因为没有在产前或者婚前做这个针对性的检查 这个检查的原因也是主要没有意识到 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带一些 就是说可用讲导致严重的 这个遗传病的这个基因就会携带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好几个 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一个没有问题 就是说有问题就是说你碰上你的另一半的时候 他也带了这个 这个时候就刚刚说就会有孩子 那现在这个人群里面这么多 谁也不知道谁会碰上谁嘛 对吧 所以对出生缺陷的这个防御来讲 就是说你要做到的工作 如果做得好就是怎么样把它由被动变成主动 对吧 也就是说更早的 也就是说最早的一个就是我们讲婚前孕前这个环节 你就开始介入 有好的技术介入 对吧 然后有当然要有一定的资金的这个投入 也要有这些大家的能够理解它的这个意义 2003年中国取消强制婚检后 婚检率一度大幅下降 健康意识不足 怕麻烦 担心隐私暴露等 都是自愿婚检的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 为了提高自愿婚检人数 各地采取了多种措施 鼓励行人婚前检查 比如河南黑龙江两地 出台了为参加检查的夫妻 延长婚假和产假的规定 北京从2006年开始 婚前检查就被列为免费服务项目 每对新人可享受价值575元的检查服务 并且开设了一站式婚灯婚检服务 婚检中心就设立在婚姻登记窗口旁边 方便新人就近参加婚前检查 婚检率还不是很高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婚姻登记和婚前医学检查是在两个场所 所以它同时可能会在要多请签架 要多跑一只腿 所以它觉得很不方便 所谓一站式的便民服务呢 其实就是男女双方在进行结婚登记的时候 能够同时的享受到我们婚前医学检查的这样的服务 让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少跑腿少跑路 然后节约他们的这种时间 所以这样能够得到了这个群众的广泛的欢迎 随着社会对婚前检查意识的提高 自愿婚检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据卫健委数据显示 中国的婚检率从2003年到2018年一直平稳上升 到2018年全国婚检率已经超过60% 在浙江江苏广西等地婚检率更是超过80% 同时围绕着婚前检查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 有全国人大代表 呼吁恢复强制婚前检查的规定 严格限制患病者结婚 也有人认为结婚是自己的权利 不应剥夺病人结婚的权利 我们的婚姻法一直是在禁止结婚的要件里面 有明确的规定 就是禁止患幼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患者结婚 那么这个规定呢 到现在来看呢 一直没有权威的解释 到底哪些是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就是一方面我们搞不清楚哪些是就不能结婚的 另一方面不能因为患病就剥夺他们地结婚姻组成家庭的权 这是一个追求幸福的权利 目前正在审议的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边 对原婚姻登记条例做了重大调整 草案中删除了原条例第六条第五款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的条文 还新增了一方会有重大疾病的 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 不如实告知的 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条文 民法典草案的一减一增 反映了社会观念的变化 也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的婚前医学检查的目的是要查出那些 有可能会妨碍结婚 妨碍这个生育的这些疾病 目的是要让当事人知情 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他们的自觉自愿的选择 可撤销婚姻的这个规定 客观上它必然会让公众从内心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 结婚之前应该去做婚前健康检查 这是要发自内心的认为 婚前健康检查对于个人 对于家庭 对于甚至国家 它是有好处的 它意识到它的这个重大意义之后 何乐不为啊 半个小时后 李先生和庄女士通过了所有的体检项目 他们走到旁边的婚姻登记大厅 隔着玻璃望向结婚宣示台 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无论检查结果如何 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哦 这边发正台是吧 挺好的 老林摄像是拍照的 开始 这个有什么结果都我们两个共同面对嘛 是吧 而且从我们往就是 就是夫妻之间的主要还是坦诚 坦诚和信任 这是重要的 对 我觉得如果要什么问题 那我们一起解决 对对对 两个人共同面对嘛 几天后 这对新人走进婚姻登记大厅 如愿登记结为夫妻 他们大声念出结婚誓词中 不论健康或者疾病 都要不离不弃的誓言 疾病阻止不了爱情与婚姻 更阻止不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 有备而来才能更好掌握未来 媳妇 优秀 前同情